走访美丽河北寻找特色民俗 在河北卓州三城村流传着一种传统的记忆 叫做石不贤 我们熟悉的秧儿就是从卓州石不贤里分化出去 石不贤起源于明末清初的时候 盛行于清朝 后来因为历史的原因就淹没无声了 直到2009年经过当地百姓的奴隶 这一古老的艺术又一次大放光彩 今天就让我们到卓州市三城村 看看石不贤的真面目 您看这锣鼓齐鸣的看着就喜庆 而这就是石不贤的伴奏乐器 演奏者正是卓州石不贤的传承员赵克民 为了能更深入的了解和挖掘石不贤的魅力 我们的摄制组特意邀请了卓州电视台的记者孙蕊 由他做我们的外景记者 这个石不贤架子手脚不贤的 手脚不贤的 就是他要动用自己的四肢 对对对对 来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都是什么呢 这是这两个是锣 这两个是锣 这两个是茶 茶 这是单面鼓 单面鼓 这是手锣 石不贤的乐器主要是锣鼓鼓等拴在一个架子上 演员表演时手脚并用 所以被叫做石不贤 赵科铭风趣的说 石不贤这套乐器可以说是中国的架子鼓 大爷 我看这个锣 一个新的一个旧的 这是怎么回事 这两个锣 这个锣 这是老祖能留下来的 古老 特别在古老 这三四百年了 三四百 从手攻打到 这个 这个我能敲一下吗 这个锣声音好像听上去更清脆一点 这个锣三四百年的声音就听上去很浑厚 浑厚了 乾隆年间的老锣虽坑坑坑 但敲出来的声音却仿佛让人听到了历史的韵味 赵科铭说 啄啄石不贤又叫采瓣莲花烙 祖师爷是一位落难的艺人 擅长莲花烙 明末清初逃到了三成村 因为唱强好听 村民们纷纷跟着学 这才有了现在的石不贤 为了让大家看个明白 赵科铭特意张罗了起来 赵科铭 好好好 你收拾了 你给广告一下 明天 明天上午咱们这个 陪伦收拾 我午场走到 行 好嘞 想到啊 哎哎哎我忘不了 到点儿里了 赵科铭告诉设置组记者 要看真正的石不贤 演员啊要多一些 而且这些活动一定不能缺一个人 晚上 赵科铭带设置组记者 见到了这位重要人物 晚上就给 冲冲冲冲 差不多了 大概已经有问题是后人 八点半 都是片到七 然后化妆的事我也不找好了 好 说话的这个人叫赵连红 是桌州三城村的村植树 当然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是赵科铭的儿子 对于父亲传承下来的石不贤 赵连红是百分之百的支持 第二天一大早 天还没亮 演员们就赶来化妆了 村民们请注意啊 今天呢咱们在这个村美这儿呢 演出咱们这个石不贤 我做那男儿那支气缸啊 心里一个老婆子呀的孙儿娘 是老的瓜子倒要着溜头儿大呀 两人哪一当哪才我插钢 这是十步弦中的一小段 老公要教训老婆 可老婆子偏偏是女汉子 相及了水浒传中的母夜插孙儿娘 这么一开口啊 就引得人们哄笑不断 赵克铭说 要是按照京剧的套路来 十步弦也可以分为 生淡静莫丑 但同时又非常灵活 半项简单 唱的就是百姓事儿身边事儿 唱词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家常里短当中 不失教育意义 新教社会不易一败 如今儿的事儿不从再现 原先都是那男跟着女 到如今那都是我们女还者男 为什么留着到现在 这个形式都喜闻得见的 家常里短 教育人 做好人 做好事 敬老爱幼 有这个促进和谐的作用 时不行 虽然到的是家常里短 风趣幽默 但是故事总是绕不开一个主题 那就是古人的劝善思想 比方说王晓赶脚 这个败家子儿卖房卖地 最后还是要靠自己的劳动 自食其力 而据赵克明大爷回忆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石布衔曾一度销声匿迹 沉寂了数十年 我这十年没有演出过 上世纪人都把也说出了 年轻的人也不知道 这么着开始把这些老人 都组织起来 然后回忆一下 过去这个 这石布衔的一些剧本 这些这个唱枪唱词 然后开始往上编本 开始写 把这些古典 把这古典 我就问问那个 九十多岁的老人 让他的回忆 当然我自己的回忆记忆 把这古典给他写出来了 为了挽救这一古老的记忆 2009年 在赵克铭和赵连宏父子的带领下 诸州石布衔 开始了抢救性发掘 目前已整理出 十个石布衔专用剧本 并成立剧团 为当地村民免费演出 这一民间取义 冲获新生 整个连好玩意儿给丢了 石头传了 不是那个咱们过去 那个老外 人认为 九江十八的什么都是石布衔 那不是 不是 经济就是经济 平济就是平济 咱们就发展一种石布衔 哪个上场让大伙平 哪个是真正的石布衔味 咱们就发展 像这样的会议 已经开了很多次 大家争论的是 如何保持 石布衔的原汁原味 赵克明告诉记者 刚开始决定复兴石布衔时 演员们没少吃苦 从制作服装到如何化妆 从琢磨动作到规范唱腔 演员们都下了苦功夫 有了现在的成就 让赵克明父子俩 对石布衔的未来 充满了信心 莫加热而非充满 确实 以后咱们再发出点 这个年轻演员 都是年轻的 发出年轻的演员 就是现在就是更需要 就是把它传承下去 把它传承下去 发言光大 赵克明一家祖孙四代 都唱石布衔 老人说 他们一家人就像火种 燃起了三成村人 对石布衔的热情 他们还会继续努力 要让更多人 爱上石布衔 这一家祖孙四代 唱咱百姓的歌 讲咱百姓的故事 每年正月里 就是三成村 最热闹的时候 如果您也想近距离 欣赏石布衔的风采 可以到当地去看看 同时我们也祝愿 桌州石布衔 能代代相传 不断的发扬光大